你不要騷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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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騷擾他椅子 你不要騷擾他椅子 他不要騷擾他椅子 他不要騷擾他 他不要騷擾他 你上面弄了一個騷擾椅子的問題嗎 對啊 我知道了 太好了 來,要不要上台解釋一下 拒絕 來,我們幫你 解一下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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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拒絕 就是这两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加一个问题 非最高点 最高点 多高 对不对 就是这三个问题 你看到这边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现在第三个问题 最高点的高度 我们看到很简单只有三个条件 它的速度 它的角度 它的动力交流 三个条件 我现在找到这一个问题 他怎么得到的 对不对 只有一个条件 其他没有条件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们 不知道怎么思考呢 还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可以说 太简单了啊 你说太简单了是不想做 不然你做什么 太简单了 不想问你 因为上个题目我听得 很懂 很久 不是 都听不懂 他为什么没有提手呢 用来控台 就听不懂 因为前面有点不懂 后来又问 ok 然后那个 我们请官员先做这个题目 应该是有官员 对啊 你才官员先做这个题目 怎么做的 想先想一想 好麻烦 好麻烦是什么 圣评是你做的好不好 是你做的 圣评是你做的 是有人带 不是有人带做 那个笔记怎么看都是什么 我才 你哪里也超爱 说不定 他们有书 这样自己 他们找几个写 几十年 这几十年 我看看 呃 你们好 所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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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看喔 你们不懂的地方 你想一下 为什么不懂 对 那他不懂 原来说 是不是 对 对 那他在那一段 对 对 对 一会 不懂 嗯 那些人 那些人 有什么 所以 他就画一 他画一张 他 coats一张 然后 那目前懂不懂? 等一下,你接過 不懂 他把這個速度分成一個垂直 垂直分量 這樣懂不懂? 懂不懂? 不懂,趕快問 不懂 變成分相量 變成分速度 分速度 速度分什麼意思? 速度分什麼意思? 只要是項量 一開始在講項量合成的時候就這樣 譬如說有一個人 他 坐了一艘船,很大的船 這船的船就往這邊 這個人在船上呢 他從這邊開始往這邊走 他往這邊走 他是往北邊走 他這個船就往東邊走 我們人在岸上 看到這個人 是不是就是這個方向走 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就是合相量的意思 他的方向往這邊是 合了一個船的速度 吹米相量 跟他地本身往北方向的一個 吹子相量 這兩個相量合成 就是他的前進方向 這就是相量的合成 那我們上次講過 認得兩個相量 怎麼樣合成 又是畫平行四邊行 又是畫平行四邊行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這應該就講過了 畫平行四邊行 這個就是合相量 這就是合相量 對不對 認得一個相量 要把它分解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畫一個XY桶 這邊取他的垂直 這邊取他的垂直 這個就是垂直相量 這就是垂直相量 這樣怎麼不懂 那這個垂直相量的大小 是不是這一段 這個如果在取那個三角的話 就是SIN 這個長度就是KOTA SIDA 那什麼意思嗎 OK 好 炸掉了 來 繼續 8 100 4 8 1 2 2 3 2 1 2 2 2 4 5 4 這就是飛行速度嗎 飛行時間嗎 飛到最高點的時間 這樣懂什麼意思 不懂 我沒有聲音 好像是這樣子的聲音 因為這一段是他的水晶速度 就是說他是超過這麼大的速度 這麼大的速度飛到0點 然後他是會越來越慢 到最低的時候變得0 所以他會越來越慢 然後到最後變得0 所以這是他走的時間 你知道他的加速度是G 他跟他乘相反方向的 所以他是G 然後B2等AT的話 A又是G 所以BsinC他就等GT 所以T2等G分BsinC 這是他飛到高點的時間 然後他再下來的話就只要 他飛到高點再下來的話 時間就只是他的量費 對 所以我少少少一點 沒有得 後來有感覺 所以這P4他的 背到最高點的時間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是 應酬 那個起步是比較最高的 對 對 不是一樣的 沒有沒有 對啦 好沒關係 我接下來要講的是 這是純粹的幾何的算法 這純粹的幾何的算法 但是我們如果真的要思考這個問題的話 你要想 加速度的方向 還有速度的方向 而用負的 加速度是用負的 所以我們要講啊 我現在內力不是紫容 問的一個問題 我說速度怎麼來 速度等於 V0-GT嘛 記不記得 不記得 不記得 記得 那個人搖頭啊 喔 幹嘛 對那個 我在講一下 像我們上課的東西很快 你如果你會不好 你要做筆記 喔 你現在聽懂到嗎 一定要做筆記 你回去要複習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講過 那時候講過的時候 我在確認你們有沒有聽懂 你們看起來都懂的 現在一問 感覺上 你是第一次看到的感覺 不是啦 不感覺你是第一次看到 表示你那時候上課是上課 而且這次上課是很快的 是 才差禮拜 差三天的 上禮拜是上課 今天禮拜也差三天的 好 那我更難想像說 如果差一個禮拜的話那怎麼辦 那就更完蛋了 沒有錯啦 想一下 速度對這邊 一開始的出入很大 是向上的 向上為正 對 他在原點底下 這是正子 速度越來越小 為什麼越來越小 因為我們的加速度是負的 我就告訴你說 中力加速度是G 我們也告訴你方向 但是你在算的時候 你要判斷一下他的方向 向上為正 向下就是負 中力加速不是向下對不對 中力加速是不是向下 是嗎 向下 所以一定是負的 所以我們經過一秒之後 一秒 一秒之後的速度是多大 我們先用想就好 一秒之後的速度會是多大 一秒之後是多少 對嗎 一秒之後是V C 3 3 3 C 對不對 因為中力加速度是G 是負G 是表示中力 中力加速的意思說 不是中力加速 我們的加速度意思 每秒速度改變多少 對 所以我們是V 所以應該是加好 但是負G 我已經把它導真回來了 就是負G 你放下是負的 對 對 你這樣就不要打開 對 向下的加速 對 向下的加速 向下的加速度 加速的意思是 每秒速度改變多少 對不對 他每秒向下 改變成G 所以我們是 要減掉 連那個G 是不是 那如果T秒之後呢 對不對 我們的速度是V C 減 G P 把V0 換成V C 一般的V0 這個代號是0 表示初始速度 0 代表初始速度 所以我們的初始速度 減掉G 乘上時間 因為隨著時間在變化到 你的 你的加速度 會對速度造影響 會讓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對不對 到最高點的時候 才是0 所以那時候我們才講說 這就是球 什麼 球方向式的根 當這等於0的時候 對不對 等於0的時候 是這個點 所以這個點 我們在球 所以是V0 等於GP 這樣來的 這個東西 是不是跟他剛剛寫的這邊 是一樣的意思 哦 哦 只是他這個 是用幾何的說法 簡單用幾何的說法 比如說到最高點 就是這樣子 他的變化就是這樣子 就像剛剛郭姨講 他是 速度為0 速度最高點很好 因為你這是直接 顯示他的變化而已 但是你也可以解釋說 他是他的 從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應該是說 呃 我們如果從這個地方來看 我們可以看看另外的東西 這個G就是他的斜率 在這圖上 斜率是負的 在這邊看起來是什麼 就是他的速度是負的 他的速度跟交通方向都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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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解釋說這是一個幾何的算法 齁 幾何的算法 但是我們透過去思考他的方向的話 你要這樣做才可以嗎 OK 所以我們就算出來 T 等於 7分之V 好 就是V size感 OK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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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的問題是 是你說 那個從前面的那個圖啊 叫做 超色 V圖 這個圖 不是超色啊 你那個就只有速度換速度換速度 對啊 速度在角度啊 然後 我把它轉成那個 VT圖的時候 是 好像有點問題 這個地方的VT圖 指的是垂直方向的VT圖喔 對啊 我就變成 我不知道要怎麼去 所以事實上 我們上次講的 拋設問題跟牽直運動的問題 意圍的直線跟問題 差別在哪裡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它就 蛤 蛤 所以它的差別 我要講關鍵點 我的關鍵點 我一個字節 我一個字節 字節有提到一點點 是應該字節 官員收的 對 是官員收的 說什麼 關鍵在哪裡 我兩個方向 都是兩個方向 字節說的嗎 對嘛 我記得字節有提到一點點 然後你一直說他沒有提到主 好 後來才自己講 沒有沒有 官員後來提到 是吧 我不是常常的 OK 就是兩個方向 沒有彼此影響 垂直方向不會彼此影響 我這方向的速度過的時候 這方面的加速度 我這方面的速度不會變 不會改變大小 你記不記得 所以我在 我把這個速度分成 水平跟垂直的時候呢 我的重力加速都是向下 所以這個速度跟這個速度大小 哪一個會受改變 只有往上的速度受改變 這個速度永遠都是位置這麼大 這速度會改變 這抛射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你要思考的是 你要思考的是 我們要把它拆開成兩邊的想法 拆開成垂直方向的想法 垂直方向的想法 跟垂直方向的想法 把它拆開 所以他現在在講 第一次主持的就是 是哪個方向 是垂直方向 我們這邊只有考慮垂直方向 因為從垂直方向 從垂直方向再可以考慮 它飛行時間嘛 簡單來講 有個實驗是這樣子的 我這個呢 垂直落下 我這個呢 用水平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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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來感受一下 兩個落地的時間差別 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樣的 一樣的意思是什麼 就在證明說 水平跟垂直沒有關係 懂我意思嗎 我這個落下 如果我這樣垂直落下的話 一起落下 同時到達 那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給他水平速度的時候 他會這樣呢 會同時落下 根本節落 幹嘛 因為水平的 不會受重力影響 所以他改變 改變時間 在空中飛行的時間 跟誰有關 對 所有地心影響 對 還會誰 我們兩個都跟地心影響 對 跟重力有關 還有跟什麼有關 可是重力 一個東西在空中 運行的 運行的 角度不考慮主力的情況 在空中飛行的時間 到底跟什麼有關 跟角度有關 跟角度有關 角度決定什麼 角度決定拋一點 對 角度來決定另外的東西 往上的速度 他的 他的垂直方向的速度 決定他什麼時候落下 你看看我如果向上拋 你就可以看同時間不一樣 對不對 有沒有 我如果水平拋 是不是基本上同時落下 可是 角色是 拋得非常堅持的話 他在那裡 好 再看一下 謝謝 你有看出差連啊 因為我這邊要施力 我這樣施力的時間比較久 才會贏 所以他在我手上 我這邊是落下就直接落下 我手就放開了 可是這個呢 我手濕了一點力 所以他還在我手上 他沒有跟他同時落下 可是我沒辦法控制到 我這邊放開的時候 這邊同時放開 那還不會很難 同意思嗎 因為分兩個 分兩個 你會覺得這樣也差不多 有啊 你看得出來他同時落下嗎 看得出來 但是你看到 基本上這樣同時落下 有沒有看到 一個是有速度 一個是 沒有水平速度 所以他基本上同時落下 所以水平速度 會改革分音時間 水平速度不會 但是垂直的分速度 就會改革分音時間 那如果是向下呢 我如果向下拋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差別 他比較快 他比較快 他比較快落下 因為他有加了一個水平向 有一個垂直向下的速度 讓他加速落下 對不對 這個意思就是 相當來說我丟下來 但是我這次有給力道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現在先給了一個 速度之後他比較快落下 那這是慢慢落下 從頂開始 同時一樣同時 垂直落下都是0個速 但是這樣水平速度 並不一樣的話 可以行的時間 對不對 看到吧 所以 拋二維的運動 跟一維的運動 最大差別就是10小時 我們要把二維運動 拆開層 兩個一維運動來考慮 因為這兩個一維的 互相垂直的運動 彼此不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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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可以從 垂直 因為重力加速度在垂直方向 我們可以從垂直方向來 決定他飛行的時間 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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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確定飛行方向的速度 垂直方向的速度 不決定飛行時間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只有快點沒有問題 我都沒有 好 你有都沒有 其他人還有問題 其他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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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地球上 你不要這樣做 在別的地方不一樣嗎 應該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 沒有重力了 沒有重力 沒有重力 所以你的 你的 位置就 對 我們剛剛講的 垂直方向 飛行時間 當然講說 所謂的飛行 就是你跟有地面 跟有飛行 如果沒有地面 你在 你在此外來 我就沒有所謂的 基本上那個飛行 就是 無重力的啊 對 這樣對 好爽的 不好意思 現在卡住了 不好意思 慢慢來 慢慢來 來 那個 不然你去講一下 這個 水平距離什麼 耶 來 可以 不要講喔 不能無聲無啟 就寫完 好啦 好啦 讓我們想想 好 所以他的水平 是速度 好 我知道 S V T S 所以這次就由於VPasic塔 兩倍的V算 VPasic塔 剛剛是算他高到兩位 所以他掉下來 你現在算總共的話 就要兩倍時間 因為他到頭領還會下去 兩倍 他應該是 這樣子嗎 這樣子嗎 天啊 是要他到這個高的一倍時間 他為什麼可以講呢 他從 剛開始就被他到 然後也不是被兩倍 只有子龍 有積極的反應 所以我懂還是沒有懂 沒有 其他人的意思是一開始就懂了 子龍被問一開始就懂了 所以不懂要問 我是懂 對你懂了 龍圈哪裡不懂 怎麼做 怎麼做啊 有的關係 你再準備好了 好 不小心 我現在 發現一個小問題 就是 因為我的印象 因為我的印象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 二分之一的 那這個會不會是記憶體 沒關係 但是你那個 那個AT平方指的是 那個AT平方指的是 那個都是三角形的關係 但是這個AT平方指的是 有加速的影響 你現在選明中的加速度 哦 好 OK 算出來了 好 它是沒有解開的 叫你這樣 好 對 你要用背導光是 OK 但是 其他工人沒有學過背導光 所以前面我背導光 我剛剛 好 前面沒有聽懂 不知道這個時間是 只有 我們拋線 拋到最高點 跟從最高點多下來 這兩邊所畫的時間 一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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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嗎 所以剛剛這邊只算出 配到最高點 因為最高點的速度是0 有沒有 所以這個等於0 是最高點的速度來的 所以我從這邊 向上飛行 配到這間點的時候 速度為0 所以算出這邊所需要的時間了 所以我從這邊飛到這邊 所需要時間是2倍 這2T 這樣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我知道 從這邊飛到這邊 需要2T時間 那T是等於0T 所以我真正的T 是等於7分之2V size 好 2倍嘛 好到這邊來 我們在考慮它飛行的距離 是不是考慮水平方向的速度 水平方向的速度 水平方向的速度會改變 會不會飛行的速度改變 不會 不會 水平方向前進 就是這個速度 因為它沒有受到任何加速度 所以我們只要把距離 它的距離就是速度 乘上時間就可以了 所以速度是V3C打 對不對 它已經寫出來了 V3C打 乘上時間 這樣OK 這樣問題 沒有 有問題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第三個問題 最高點 多高 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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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V size 最高點 我們只要算這個東西 VD圖的面積 是不是它的 它的距離 它移動的距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那這個地方是考慮的是垂直方向 所以你知道垂直方向移動的距離 喔 那這三條的面積多少 對嗎 2G的距離 對嗎 對嗎 正面積是不是二分級 這是T 對嗎 對不對 這是V3C打 對嗎 對 等於什麼 二分級 G G V V 3C打 對 這邊有3C打 V3C打 2分級 G 比平方 32分 所以你寫超乱 看不到 對啊 寫超乱的 哪個地方超乱的 超乱的 超乱字 哪個字啊 不是 全部啦 你到第二行 就真的 第二行 這一行嗎 第二行 那一行嗎 那都很扭曲 很扭曲 哪個字很扭曲 V S I N 和C打 你跟他糾結 所以我跟他抬頭嗎 你的平方到底在哪裡 一個那個 Cosine跟Side平方 都寫在這個中間 Cosine C打 如果你平方的話 它會等於Cosine平方 D打 寫是這樣寫的 對 記得是這樣寫的 它不是寫在角度這邊 你寫在角度這邊 因為部位是角度的平方 你的角度不會平方 對角度不會改變 所以 其實它只是一個直打 它不是角度不角度 但以前這邊會認為是C打平方的意思 去算它是Sine 不要的結果 沒關係 我只要可以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高點會算 最高點 這樣高點 這樣可以小一點 蛤 什麼 這個就是打 這就是最高點 這就是最高點 所以一切都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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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天因為這樣講 那個 這個 有膠的就是 加兩點 那個 罐子就加兩點 欸巴 是 我上次都提那個案嗎 提那個案 對啊 它還沒開始 今天還沒開始 今天還沒開始討論 今天還沒開始討論 新的呢 還沒來討論 還沒來 還沒來 好 好 那你才講 算什麼 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看的是 它的一個 一個現象 這個拋物線物體 我已經知道它速度 跟它角度 跟它的蹤靈這樣 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它可以拋多遠 我就可以知道它可以拋多高 它可以飛多久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如果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請問 時間危機的時候 時間危機的時候 位置為何 啊 這一個 時間危機 要不要速度 旁邊 速度在這個 欸 這個答案是最早一點 這個答案是最高點嗎 多高跟最高點 多高 最高點 那你為什麼 切兩個 我說最高點 多高 啊 你中間點一點 對啊 最高點 多高 你說那個 好 好 我現在把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怎麼算 充足它的 飛行時間 對不對 也知道怎麼算 它的飛行距離 對不對 最高點 也知道怎麼算 最高點 對不對 那我現在問你很簡單 請要我現在告訴你說 好 一秒之後 這個東西在哪裡 就把那一秒到一隻那個踢 把一秒到一隻那個踢 把一秒到一隻那個踢 這邊沒有踢 這邊沒有踢 這個踢 這個踢 不對啊 這是直接拿這個三角形來算的 不對啊 我們在踢秒的時間 你們好像是在你旁邊那個 我是帶到上面那個圖 這個地方很簡單 這個地方很簡單 只要這個乘到踢就好 因為帶那個圖比較 這是X值嘛 這是X值 對不對 因為你必須告訴我 所謂位置 你必須告訴我 X等於多少 Y等於多少 對不對 位置啊 你帶一個 做到平面上說 踢秒時間 這個點在哪裡 你是不是給我的 是不是做標點 是不是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嗯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如果我這個高度 你不是做的 做點Y 啊 做高度 容易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高度 不知道就要問啊 因為 我不能都一直等我去猜測 從你們 從你們疑惑的表情上去猜測 好 我現在一隻東西 有XY軸 這是我們一般來講 要定義的 空間的時候 現在有XY軸 或者Z軸 來協助我們定義的空間 我現在請你告訴我 這一點位置多少 你會怎麼告訴我 哀 哀 怎麼樣 哀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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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我現在有一個X軸 跟Y軸的一個 平面坐標 我現在上面看到一個點 請你告訴我它的位置 你要怎麼告訴我 XY 你是要知道它的X值 對應的X值跟對應的Y值 是不是 那你說這一點的坐標在 這一點的位置在XY 你這樣一講 我是不是就聽懂 哦 通常同樣的問題 我會以這一點當成圓點 0 這是X軸 這是Y軸 同樣的 如果我告訴你時間期的時候 它的位置在哪裡 我需要得到什麼東西 XY 我需要得到一個XY 換成中文就是水平距離 和它的順序 你已經都說是XY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這邊就是一個X一個Y啊 就一三支那兩個整個 不對 X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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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有正負的差異 Y其實 Y其實都是正的 因為它在高5以上 它在高5以上 它在高5以上 對 把T帶進去算 對 在這邊比較特別的 Y比較特別是這個 Y因為它有重力加速度 我這邊算很簡單 是因為我直接拿這三角形來算 可是你在這呢 一個G的時間的話 它不是一個三角形嗎 它是 嗯 它是用泡水 我這哪個時間 可以用這一點T好了 它運動了多遠 哦 T型 它運動是一個T型 不是嗎 對 這個T型 甚至我的T型可能在這裡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對不對 因為它這一點才過氣啊 它這一點 兩邊的T時間過下 喔 這一點過下對不對 我的T有可能在這裡啊 它連距離會變什麼 喔 奇怪 還怎麼算 它就兩隻這樣 就你T是那邊這個 這個三角形 對啊 所以還好 它最近怎麼寫這個方針式 不能寫方針式 當然可以寫方針式啊 不能寫方針式 我這先刷掉了嗎 好可以 只是你要寫 變成兩個方針式的想法 來 想要解 想一下 想一下 這只有數學而已嗎 這只是數學而已 想一下 我已經把問題簡化成只是數學而已 它現在你說這一題嗎 現在這個 從這個VT圖來看嘛 那你就把大針要往前剪到小針要前 因為小針要前是負的 所以小針要前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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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知道它 喔 這是什麼 你會把後面這條線給個帶號嗎 哪個東西給個帶號 後面這條 小針要前的 這條線 T啊 你讓T去減 這個G 然後T 這個時間就是時間 我剛剛說T有可能在這裡 T有可能在這裡 T在哪裡並不一定啊 當T等於2T的時候 當T等於2T的時候 那個 垂直的高度是多少 0嘛 對不對 平常下人 當T等於1T的時候 最高點 最高點 對不對 當T等於1的時候 再抹一點 對不對 T等於2的時候 再另外抹黑一點 T等於3的時候 再另外抹黑一點 所以 我像T是個變數 所以T去減 G分之Vsci T 去減 G分之Vsci G分之Vsci 這什麼東西 這就是它的時間 它可能是正的溫度 它這個是最高點的 好我們先想一下 最高點的 我們先想一下 我們今天在講那個 數學不大公司的時候 有講過類似的事情 但是我講說不要用公司 我們要用 你只要知道固形就好 對不對 它沒有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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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公司所以 它是因為下面的球 只要算兩次就好了 一V 一V怎麼樣 七大五一七 算一九一七 一小一七一小一 一小一 上來 上來處理 來 給你機會 給你機會 表現機會 你有機會上去算 你會更成長 在下面就是 當 當什麼 當什麼 不好 面積就是 對 為什麼他成長比較快呢 因為 他有兩次機會思考 第一個他自己思考 第二個他 因為他上去講 他思考第二遍 可是你們坐在下面沒有上去 就會值得聽 因為你們還第一遍 你還沒過門 所以還在第一遍 你當部長就當人家 對 你當小部長說 你還先搞懂 直接學了一遍 然後你不懂 然後我們要教人家 被老師罵了之後 你再點六一遍 然後教人家 直接兩遍 當部長就學比較快 一遍 你不要看他算的時候 你是沒事做 他在做的時候 你沒有不見他看 他在做的時候 他在考一下 我們剛剛在想什麼問題 我們在討論什麼問題 那我到底哪裡真的不會 那遇到這個問題 我怎麼可以解 Shirley剛剛講 上禮拜討論過一個 很簡單的做法 那個做法是什麼 你課本上都有東西看一下 你們課本一定沒有 再複習一下 不錯 中文在那個點 有沒有 名字 有沒有什麼 名字 最高點的 最高點的代號 A 你可以叫做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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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它 所以我去點一下它會剩這一段 所以我用這一段 速度 我用這一段時間 去當作這個題 然後上去它的垂直高度 垂直高度 那你的垂直高度是多少 速度是多少 你用這一段 它在講的是說 我照這邊的時間大於幾萬 所以我把它剪掉在10這段 三小型便機不是要承讓這個高嗎 這個高度多大 你用第三十條對嗎 不對 差點學第二遍 好啦 先回去 沒了 因為這個東西都很久 你可以先拿指出來 先試算看看 你這樣算就對了 先試算一下 然後再想一下 上面講一個問題 上面講一個問題 現在再思考多幾年 我們都用的力量來試一下 第一個 等速度一到 從0開始的等加速度一到 我到了T時間之後 我的距離 我的距離S等多少 多少 2分之1Vt 沒有錯嗎 2分之1Vt 可是B是多少 在這邊不知道加速度 At 對 對 對不對 欸 看這邊思考一下 我在講什麼 有問題嗎 他說 V等於At有沒有問題 有 有聲音講話 有 V等於A有問題 A是什麼東西 他在說 真的沒問題了 我只不知道 奇怪 你告訴我A是什麼 加速 加速是什麼意思 就是 他的 A 那怎麼解釋呢 怎麼解釋呢 怎麼解釋呢 我還想一想 這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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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我再講一遍 昨天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昨天上禮拜上完課之後 我看到你的同學 就馬上去拿國三的課本 運動學的部分來看 懂我意思嗎 你說是趙職 我說的是趙職 我覺得 你在學習 最厲害的學習者 就是知道自己哪裡不會 趕快去馬上去塑找來看 對 趙職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在學習的時候 你不會 你絕對不可能 坐在那邊 發呆了半天 就突然就會了 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是 不會 趕快回去翻課本 你現在的課本發出到 回去翻以前的課本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 沒有超出以前的範圍 所以趙職 拿國上的運動學 看一看 他就比較你友善開 這樣子 那是棟哥 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在那等 等到三個的時間 我們要花時間解釋 因為 我們時間就是很有限 這些東西 比上是國中學過 我認為國中學好 可以在這邊上課 不是嗎 如果你現在沒有學好 你趕快回去學 不是 利用上課在這邊 問一些國中學 我們該學過的東西 懂意思嗎 對 好不好 懂的意思嗎 欸 各位同學 懂的意思嗎 我挑沒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事情 應該是三年前就會的東西 好不好 是喔 好 三年前想太合 兩年前就應該會容易 好 回來 這邊有問題 B等AT有沒有問題 我們是不是講過了 這個加速度是A 對不對 一個一秒之後呢 這個速度是A 兩秒之後呢 速度是2A T秒之後呢 速度多少 是AT 一般在寫都是位置速度的時候 我們會把小的想前面 大的講後面 只跑第一而已吧 對啊 跑面啊 你講TA也沒有錯啦 只是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講AT不會講TA 因為兩個都不會支持 我講AT 好 所以呢 B等於AT 帶過來就沒有問題 所以這等於什麼 2分之1 AT 有問題 沒有 不問題 沒有 好 好 好 這第二概念喔 第二概念是 假設呢 會有出處呢 我們這邊講過了 記不記得 有出處啊 有出處記不記得 有 這邊是V0嘛 好 所以我們一樣 我們的 位置 我們所移動距離說到 就只算面積不是嗎 有沒有更複雜 更有更複雜 就算面積啊 算面積怎麼算 這上面那個 是B 對 這點是多少 這點是多少 B0加T 這是B0加什麼 T 不是T 加什麼 加B 不是 加B 對 B是等於多少 B等於多少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要教出來看 因為 其實他問我們都要摸數 我們都知道加速度 這東西摸下來 你知道到我手上 那一瞬間的速度嗎 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知道 加速度是多少 對 加速度 加到A T 是不是 對 好那我們要說他的 這個 T型電機怎麼算 T 2分之1 T乘上B B T 減掉 我們用 我們最習慣的 T型面積好不好 還是哪一個 2 2 T 什麼 B0 是不是這個 上B加下B 乘以高 注意2 我們聽 T型面積嘛 上B加下B 乘以高注意2 對我講講 是不是 T型面積 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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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B上B 二分機 再主角 二V零加上 因為反映一下 給我一點 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這個點什麼 這個點出來是V零V 加上什麼 二分機 還會感到你 對不對 記不記得 這輛出來了 它課本裡面就是一個公式喔 它列著五大公式的形容一個公式 就是公式 但是希望你出了寄公式 比如說要寄公式嘛 我們從圖形就會了 不是嗎 我們從圖形就會了 你知道我現在算什麼嗎 我現在算的是我們要算的 等一下說它可以隨時高度說 隨時高度可以跑得高喔 你們可以用下個時間十分鐘去思考一下 等一下想出來的 可以告訴我怎麼算出 歪的 你們兩個兩點 我早這樣 趕快 上去 早上要有一個毛式 要比一時是不是 好 謝謝